银霞证实离甲状腺癌 虚弱恐无法复美治疗 80年代玉女歌手银霞淡出一幕20多年 58岁的她7日被曝离癌将复美治疗 咱们赶紧致电给她 她声音虚弱地表示 当从荣总离开 在滨江街市场差点晕倒 我现在状况不好 并证实罹患甲状腺乳涂癌 病情目前虽然已经控制住 去美国是为了后续治疗和处理私事 但最近身体虚弱到连搭击都困难 可能暂缓美国治疗计划 她也透露除了生病 因为某医学中心 没按照手术同一步骤进行微创手术 造成她后续手术四次 让她心情十分沮丧 腰痛嘛 也不能够运动 脚也痛 也不能走路 她的清洁甄甄受访表示 她这几年干功能问题又是假撞线 昨天查出来又有问题 但她不让人讲 不然就说我们诅咒她 更说自己太担心瘾霞的身体 还为了联络美国医生 忙到凌晨三点 导致头痛就急复发 等着几天忙完香港的事情之后 真正正会返台照顾妹妹 目前则是请人协助照料 瘾霞姐 我会挥手啊 其实苹果记者四年前遇到她时 她虽然身形销售 但生意还算有元气 甚至聊到之后付出公弹计划 但她因把牙的医疗纠纷 加装线跟肝功能等病症 解冲而来 加上租屋处发生漏水等问题 身形俱疲 多半时间都留在真正家修养 有漏洞新闻 银霞姐姐要保重身体啊 报道哦